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元神,第二期混池上线时间确定 机制大改,首个不歪卡时来了 老名声怂了 元神,有万一一次改动来了 人权再加强 防御高达3000,世新武器即可毕业 元神,策划想通了 那塔角色自备交通工具 火神鬼火炸街 主打一个大世界快乐 元神,玩了黑神话韩明朝才知道战斗体验有多重要 割韭菜,比数值已经过时了 元神,又要新增常驻五星了 令人意外的是 只有这两位可能进常驻 5.0更新后 官方首次大棒的宋五星自选常驻 显然是为了吸引新玩家 方便玩家们前期过渡 把老玩家也算是称到这波福利了 可以补个图鉴或是补命座了 说到五星常驻角色 已经好久没有上新了 上次的两个常驻五星还是虚迷版本 到了封单又没有新的常驻角色 那么那塔会不会新增常驻角色呢 根据目前已有的常驻角色来看 琴,狄卢克,七夕,莫娜,克琴,提纳里,狄西亚 七元素中现在就差一个延细 如果那塔要上新常驻的话 延细的可能性最高 但已知的延细角色分别是卡其娜和希诺宁 可卡其娜已经确定是郑重的四星角色 而希诺宁从测试服的表现来看 进常驻的可能性非常低 强度太超模了 不符合常驻角色的特性 进常驻必须是五星 剩下的选项只有伊安战和欧洛伦 伊安战在牌面上绝对说得过去 而欧洛伦就比较神秘了 说不定就是为了进场驻而设定的角色 原神作为要游戏哥 就算能气不如从前 但也还是稳居地义的存在 但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很久 因为很多竞品游戏不断的上线 让更多玩家体验到游戏的快乐时 原神的缺点也会随之暴露出来 其实从明朝上线开始 原神很多不足的地方就被明朝趁面反映出来了 只要玩过明朝了都知道 战斗体验这快乐叫一个爽 主打一个战斗施滑 以闪避为例 不仅是直接打断自己所有的动作 同时还能在闪避的同时进行输出 这就很有意思了 再加上明朝战斗系统中 还有一个弹刀玩法 那叫一个爵啊 主打一个操作施滑 只要你操作好 什么垃圾角色都能玩 然后就是最近火遍全球的黑神话悟空 不仅剧情惊艳 战斗体验更是一绝 能真正让你体验到什么叫棍棍道漏 回头看看原神 戴个钟离就能无脑操作 每期深渊钟离的使用率都是居高不下 再加上最强主席的水龙王 基本每期深渊这两角色 必登顶使用绿榜前级 不带钟离的话 操作体验也是很一般 如果说这是为了考虑 新玩家操作不熟练等问题的话 那这战斗也太简单了 总结下来就是 明朝黑神话主打一个操作施滑 而原神主打一个数值碾压 是从那塔开放后 新角色也正式进食 从5.0开始的新角色 给玩家的感受就是主打一个大世界快乐 马拉尼冲浪、金尼奇蜘蛛侠、卡奇纳、大电传 对于玩家们大世界探索增加了不少乐趣 而接下来即将禁止的西诺尼又是溜冰鞋 这些角色要是早个一两年出 那绝对的就是要炸流水的存在 当初月兰虽然辅助能力很强 但很多玩家 还是更看重月兰跑酷的能力 其实从角色的这一切变化来看 这话已经看懂玩家们喜欢的是什么了 强度在线是必然条件 而大世界体验也非常重要 其实就算强度一般 大世界体验增加也会有很多玩家愿意一筹 特别是对老玩家而言 强队随手都能拿出两三支 打深渊已经毫无压力 大世界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缺的已经不是强度了 而是能够让玩家大世界探索更加舒服有趣的角色 现已知的三威纳塔角色都已经朝着大世界体验提升去设计了 不出意外的话 火神阵有可能是骑着鬼火炸街的设定 这下阵有可能会吸引众多老玩家回归 刻不刻金都无所谓了 反正抽个火神供变提瓦特大陆 欣赏各国美景 这样不是更有趣 距离5.1卡石越来越近了 新五星角色西诺宁也将与我们见面了 一位音质煞爽的大姐大 技能还可以溜冰 可以提升大世界体验 但现在玩家们最关心的还是角色强度 大世界体验肯定是爽的了 就是强度如何呢 测试服也已经到了V4阶段 根据最新消息来看 V4改动比较大的还是西诺宁的二命 至于改动了什么暂时还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 二命得到了大家强 看来策划又开始玩起麦阿命的推销模式 然后就是西诺宁的培养材料已经确定 小伙伴们可以点击图片保存 方便提前收集 好让西诺宁没有童年哈哈 西诺宁从设施服来看 培养还是挺简单的 没有足够的原石完全可以放弃专武 改用这几把四星武器 对西诺宁的提升也非常大 这几把武器分别是纳塔锻造武器 西风剑 阿贝多的纺锤 西风剑是比较容易获取的 很多老玩家手里满金的估计都有两三把了 而锻造武器也是比较容易获取的 但收集材料比较麻烦 而纺锤的话就看你是不是老玩家了 西诺宁的技能主要是和防御有关 所以西诺宁需要组队防御 如果有纳塔的锻造武器的话 剩离物磁条再对一下可以轻松破3000 这3000对西诺宁来说并不算高 本身就是吃防御磁条的角色 更不会有意出这一说 离上一期混池已经有段时间了 那么下一期的混池会还要多久呢 根据最新爆料已经确定了 第二期混池上线时间确定为海灯节版本 也就是5.3 这期混池也是如大家所料 就是礼乐角色的混池 按照策划公布进入规则已经确定了 首先必然会进池的两位角色 就是七七和克勤 然后就是符合条件的胡桃 钟离 甘雨 肖 夜兰 白竹这几位 条件符合就容易猜出剩余的几位了 但钟离是确定不会进混池 其他角色就看策划怎么安排 除了夜兰 白竹这类辅助职业还会有玩家愿意抽 属性的话真就没啥抽的必要了 原神抽卡机制对比其他游戏来说是非常良心的 很多游戏抽奖机制是没有保底的 只公布概率 但这个概率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 而原神这保底机制是非常明确 第一次问的话 第二次出金就一定是当期UP角色 并结混池的规则还是如此 但就只是这样 并没有多少玩家愿意进池抽角色 其实策划只要将规则修改一下 直接百分百出金UP角色 这样混池才有抽的意义 毕竟混池都是原始人 并不是老玩家追求的目标 如果人不歪直接抽中 那么混池的热度将不会低 策划只要放一个热门辅助 混池也能带来不错的流水